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出现了加龄的现象 就是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已经有出现趋缓的情形 但在全世界来说 其实还是有超过500万人口的确诊病例 即便是在最深山的亚马逊河的原住民地区 也传出了疫情肆虐 而在这一波 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确实是比较幸福 但是这当中 其实有两个在部落的单位 非常的重要 一个就是文件站 另外一个就是卫生所 发挥了功能坚守岗位 而在今天 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 这两个单位在部落的防疫现况 邀请到了这两位大来宾 首先是我们屏东县 泰武厢卫生所的主义医师 蔡医师 大家好 我是屏东县泰武厢卫生所主任 蔡淑慧医师 而第二位呢 是我们屏东县春运厢 七家部落文件站的照服员 我是七家文件站的照服员 张美花谢谢 非常谢谢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谈一谈 而在进入节目主题之前呢 我们特别来到了屏东县泰武厢的卫生所 来看现场的防疫情况 来看我们的采访报导 班上班下药剂病例 医护工具全放在寻诊车内 开上山路到部落里这场景 全台原乡卫生所人员几乎天天上演 就像老朋友一般 每个来看诊的长辈 除了嘘寒温暖 检查身体 最常就是开玩笑 诉说心情 卫生所医师几乎等同一整个乡的家庭医师 大数据资料都在他脑中 从中可推敲部落常见疾病 肿瘤 心脏病 慢性肝病 就是都慢性病比较多 然后因为饮食文化的关系 可能糖尿病在部落里面也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都是吃琴阿布 这种电粉类都比较多 那青菜比较少 相对比较少 不是说我们不吃 新冠肺炎肆虐 全国管制口罩 卫生所是政府最大的基层 支柱 从卖口罩通报一次病例 他的角色就是部落防疫的最前线 因为当初在成立健保的时候 他就希望不要有偏向跟 医疗资源的差别 那你要就意 就是让他们的便利性 如果今天他缴同样的健保费 可是他却要周车劳顿 开个十几二十公里 也一样是缴同样的健保费 可是偏向他可能开骑个摩托车 五分钟就到了 偏向山区没有急诊室 没有负压隔离病床 更没有最基本的防护医 只要部落有一个疑似病例 很难想象全部落可能会面临的处境 因为部落的话 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会听 长者祈祷的 或者是说相公所的命令 或者是我们卫生所跟他们宣导 大部分人都是愿意去遵守这样子 卫生所工作项目 巨凡医疗保健 疾病防治 食品药物 社会关怀 林林总总可列出几十条 就像整个卫福部组织移植到地方上 如今碰上全球瘟疫 所有护理人员都得上井发条 维护着好几千人的健康 好几千人的生活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稍早我们看到卫生所在部落的现况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在现在的我们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一次台湾的疫情 已经持续发烧了四个月 部落现况到底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我们手上的这个手板 其实疫情在部落的现况 大概有分这四个 应该这五个 第一个就是平地人会挤到卫生所 刚才我们看到在SOT里面的 里面的画面看得出来 好像有些部落是不是 已经开始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是在初期吗 还是现在也是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蔡医师 刚开始初期的时候 疫情并没有这么的严峻 那后来疫情比较严峻之后呢 平地乡因为他们买不到口罩 所以就会到偏乡 因为这个是没有限制 你一定是在自己的区域里面 买口罩 是 那这边呢 我们平东县春运乡的状况呢 其实在我们部落 在资讯需求 其实比较不会这么大 通常在挤的去排队的 可能都是要寄到那个都会区 因为我们刚从北部下来 所以会比较 对啊 所以你们在北部的状况 你进到七家造福员的工作 大概是转了多久时间 现在在那边任职多久 不到一个月 不到一个月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 其实你看到都会的现象 和部落的现象 是不是差别很大 非常大 那有没有大概问过 部落为什么 比较排队的比较少 反而都是平地的 比如说像蔡医师所提到的 可能几乎都是平地的人上去到 因为平地可能已经口罩不够了 那春日香这边也是这样的状况吗 对因为在部落的需求 或是他们的资讯 真的就是不是很 需求不是很大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在 都会区的可能家人啊 就是小孩子可能会更需要 因为毕竟是都会区 那种氛围还有那种场所 可能输入的会比较多 是 所以相对的有时候长者都会 在排队当中 其实都是寄到我们 都会区的孩子们 对对对 哇 贴得真的很心酸耶 对 其实有时候我们想 可能在都会的一些孩子们 或者是在工作的人 亲戚他们真的都会需要用到 对 而且都在上班 所以其实也都 当初就是因为都是要排队嘛 然后他有控管限制 所以几乎都是 有时候都是家长这样子寄到 是 那现在这样缓下来了吧 这个情况 你说你们自己看到的状况 是有缓下来的 对 缓下来 那文件站的功能角色提升 这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现在文件站 他其实本身也是做一个 很大的卫教工作 还有就是照顾老人的这个角色 所以其实他的角色 在这个繁语的现况来看 确实是很明显看出来 他有发挥他的功能 有 有 有 您自己的看见是 像我就是刚见闻见战 但是我们从最基本的 量体温 然后消毒 然后他们的量血压 这都是我们最基本要倒战的 对 倒战的一些 是 对 那停办祭典呢 因为在太武乡 因为目前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特别大的祭典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结婚典礼 或者是其他的 对 大部分他们会拉开这个社交距离 然后在村落要进入到村庄之前 村长也会请一些志工们在路口处 让他们监测体温 是 对 那他们在坐下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区隔 以前我记得好像一桌要十个人 对 大概就是五个或到六个这样子 那七家这边呢 像我们就是大祭典就是封年祭 对 然后最近就是要八月份就是封年祭嘛 但是以这样的疫情我们大 我们会以就是尊重我们当地的灵媒 我们的一些族人 然后来开会 至于这个疫情 我们不晓得会不会持续 然后过 对 对 所以我们还会再做更进一步的讨论 在这边跟观众朋友们特别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Love Love 这文件账的照服员 他自己本身也是部落的头目 所以其实你们会特别尊重 灵媒这样的角色 对不对 万一你没说还是继续办 怎么办 其实我们还是会很尊重灵媒的 一件 对 是 那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 第四个 教会分合作 你们有发现到教会 现在也这样分合作是不是 因为也是因为社交距离 室内是要分隔1.5公尺嘛 对不对 那教会分合作的意思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社交距离 就是希望在这样的距离当中 大家不要互相交谈 就可以减少这一种疫情的蔓延 是 如果太近的话 其实还是会担心 对不对 虽然是有戴口罩 可是还是尽量把距离拉开一点 比较好 拉开这样子 那最后一个就是进出社检疫站 就是很多部落其实好像从北到南 都有这样的部落的情况 就是你如果进到这个部落 就必须要耳温检测 那耳温检测如果超过37.5度 就不让它进去部落了 你们的部落现在有这样的情形 在太武乡的话 它是在入口处会有一个标牌 就是写说进入村庄之后一定要戴口罩 那进入公家机关公共场所的话 都一定要戴口罩跟监测体温 可是真的如果超过37.5度的话 那当然卫生所就会帮它做一些医疗处置 在其他的场所是真的不能进到室内 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之前 在几个新闻媒体的病例 不是病例案例看到就是 有些人认为设部落的检测站 会有一个问题 事法性的问题 就是说其实部落设这个耳温检测站 是不合法的 甚至可能会有所谓的争议 那这个争议会认为 为什么因为我体温37.5度 就不让我进部落 那蔡医师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在讲人权之前 还是要讲到生命安全 假如大家都一直在重视人权 可是我们这个疫情蔓延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大概就这样子陨落了 那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在讲人权之前 还是要先讲生命安全 那部落有没有传出来就是说 这个人曾经有设过 就是你们到公共场合 结果给他设了体温 结果超过37.5度 目前有这样的案子发生吗 目前是没有听说 可是我们村庄之前有一些 自主管理的个案 那村庄的人如果知道的话 他们非常的恐慌 那我们也借由卫生所的一些宣导 卫教跟村庄的人讲清楚 就是说自主管理是什么样的状况 请大家不要恐慌这样 是 那谈到人权这件事情 其实这一次有特别针对 新冠肺炎所立的立法工作 就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 及纾困振性特别条例的第13条 大家听好 就是如果疑似有罹患或者是疑似罹患 这样的新冠肺炎 不遵行各级卫生主管机关指示 而传染于他人的话 而传染于他人之遗者 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两年要拘役 还有就是新台币20万元到200万元以下的罚金 所以这次的罚金特别的严重 那当然了 部落确实会不会成为防疫上的破口 也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件事 因为里面只要有一个长辈生病 其他的长辈势必就会有危机 对 因为长者他的免疫力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不足 比较下降 所以一般我们看到的一些确诊的案例 或者是染病的大部分都是长者 但是不要忽略了 其实年轻人跟小孩子 他的免疫力也是一样是 如果说当他不足的时候 或是不好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会染病 刚才在采访报导里面有一件事情 就是有特别提到 就是部落没有所谓的 抚押隔离病房 然后没有所谓的急诊室 所以确实他不能变成 有防疫破口出现 一旦有人离病 我们医疗资源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对不对 所以卫生所在这一个角色里面 是单单第一线的工作 就是我们做一些筛检的工作 当有疑似的个案的时候 我们就会做一个转诊的动作 因为一个负押隔离病房 或者是这样的设备 其实在一个医院里面 也是费用非常的高 所以在卫生所要设立 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其实是比较不方便 所以它其实并不是设备的贵于多 而是说我们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情况之下 部落更需要自己守护自己 保护自己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变成破口关键 那关键会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观光人潮 那泰晤这边的观光人潮很明显 北大午山 应该是还好 不像马家乡或者是山地门 他们的观光人潮会比泰晤香多 那其实我这样看起来泰晤香的观光人潮 目前在这一阵子其实是有减少的 但是跟以往比起来的话是 应该是说大概减少了两成左右 并不是那么多这样子 那屏东县春日香这边呢 我们春日香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景点嘛 就是静水银古道 还有老七家石板屋 然后这些就是已经都已经限制封闭了 对然后一些前三可能就是还是有人去爬 但是还是有人会去爬 还是有人去爬 对那第二个就是廉价回乡 经过这么多的廉价 像包括有年假 二八七明姐 接下来就是端午节了 端午节其实我们大家又要再次上井发条 然后就怕可能会有廉价要回乡的人潮 他有可能也是一个破口关键 那另外就是通勤工作 这个通勤工作很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两位都是屏东这边 屏东跟高雄很近 所以他的主要就业 比如说需要订板模或者是要去工作的 几乎都是很多都是通勤主对不对 那他们这些人口会不会也会变成一个破口的关键呢 你们在观察 应该是这样说 因为我们其实国内大部分都是境外移入的比较多 社区感染没有 所以在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国人应该可以放心 只要保持社交距离 有戴口罩 监测体温 我想这一部分应该政府这一个政策做的是很完善的 其他像包括学生放假还有家庭出游这样子 所以都有可能会是破口关键 看得出来部落在这一次的防疫工作上我们随时都要特别注意 当然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次有一个单位变成部落防疫上的心脏地带 也就是卫生所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部落会发现到 我们的卫生所几乎给人家的感觉老旧 对 就我自己小时候的印象 我看到部落的卫生所我就觉得 我们部落有这样的单位 而且我们对他去做疫苗 从小去打疫苗去那个地方 但其实卫生所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在这一次的防疫他就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那到底有哪些功能呢 我们能不能请蔡醫師帮我们大概讲解一下 其实卫生所的功能非常的多 对 这边有一个备伴 有一个卫生所的功能 其实有非常多项 那第一项就是医疗保健的工作 我们会做一些筛检或者是医疗健检部分 还有戒烟毒的部分 那在疾病防治 其实这比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部分 可能我们会帮小朋友或老人家打疫苗 再来是登革热的防治 其他像这一次的防疫工作 也是卫生所在担任第一线的防疫工作 再来是食品药物 我们有一些机查员或者是药师 他们会针对这些问题到部落里面 去做一些机查或者是宣导的工作 再来社会关怀 那在部落里面会有一些居家护理 或者是居家医疗文件站的设置 然后就是照顾一些 现在还没有在亚健康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进入到疾病之前的一些 做的一些社会关怀的一些 所以你们的业务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繁盛 但是基本上一个卫生所 大概编制人口才多少 以前的编制是一个村 有两位配置两位护理师 那在泰伍乡有六个村 所以我们有十二位护理师 那在偏乡的医师是有配置两位 是 可是这样子有办法应付得了吗 其实应该是说 因为偏乡它幅源广大 所以他们人口虽然是不多 可是因为幅源广大 所以他们要到部落去的路程 会比较遥远 而且部落虽然是比较聚集 可是有一些地方可能 住的地方会稍微远一点 所以其实护理人员的工作 他们其实是还蛮辛苦的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在屏东 虽然是原住民部落比较幸福 因为我们原住民部落都比较聚集 如果像泰雅族或者是布农族 这样比较远的 幅源广大的 它确实光是在寻诊上面 就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就你们自己看见 刚才有一个叫做社会关怀这件事情 那你们跟文件站这边的互动 到底是怎么样 要怎么分工啊 那你们这 不这边呢 你看到的如果说跟 卫生所这边的互动和分工怎么做 因为文件站的部分只能说 可能就是配合卫生所 就是他们的宣导卫教 因为毕竟卫生所是专业的 然后我们文件站几乎都是属于配伴 然后就是看我们今天乌乌门 哪里的不舒服啊 哪有什么状况 然后这样子跟他宣导 有这样的对 几乎其实我们还是 专业的我们还是要交给 这是无缝接轨 所以你们这边的工作 可能这边先做卫教 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的长辈 确实就要用到卫生所 那蔡医师呢 你怎么看跟文件站这边的合作分工 因为在泰晤乡的话 文件站大概就是对于一些 健康的长者 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者 做一些延缓失能的一些工作 那当他们有一些需要我们做 提供一些医疗 或者是健康的咨询的时候 我们的卫生所的功能 就会进驻到里面这样子 是 确实我们看到卫生所 在这一次的防疫工作上面 做了非常大的功能 那当然在下一阶段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谈一谈 文件站的功能到底在哪里 我们稍微再也回回来 文件站的就是属于 真正的在地老化 落实了在地老化 然后预防他们失智 然后我们就是 造福员就是属于陪伴 陪伴他们 就是还有课程 来跟他们互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谈到文件站呢 是这十几年来 部落长辈最常去的地方 以往他们常去的 可能是教堂或教会 但是因为信仰不同 但是现在有了文件站之后呢 所有的长辈 几乎都会来这边聚集 在这次的防疫工作站 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 文件站的功能 而在进入主题之前呢 先来看我们先前所做的 采访报道 拿着自己的串珠作品 一一走秀 屏东嘉兴部落的长辈 每个人脸上 都是满满的喜悦和自豪 坐落在太武乡 牌拔最高的社区 嘉兴部落里 文件站是每天 最多族人聚集的地方 不少长辈表示 年轻时夏天忙农作物 年纪大以后 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 如今有了文件站 除了教会与教堂 终于有更多学习新知 和社交的好去处 镜头转到山脚下的 太武乡平和部落 文件站活动一开始 主持人紧急先宣导 戴口罩的必要 太武乡有南北大武山 是台湾南部 践行的热门景点 就怕出现防疫破口 我们来到外面有疫情 然后我们来到外面办活动 我们也让他们 想要更接近土地 所以我们每天 在这里办活动 而且又在室外 当然也是 还是要做平日的工作 就是量体温 还有戴口罩 还要每一天的出入登记部 这些就是我们必要做到的 文件站卫教宣导工作 让大家早有警觉 彼此不握手 保持安全距离 进入会场 还得用酒精洗手 这一天是学习 部落没人的成果展 所有排湾族文化精髓 全在里头 部落半数以上 和附近村落的长辈都到了 大家都希望在这课程中 让文化延续 我们常常会让 母夫跟小孩一起共学 对 那个这个部分 是我们一直以来 长期有在做的事情 因为有文件站 我觉得老人家有一个 心理的寄托 或是安心的说 我每天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我可以去那里学 学东西 我可以去那边 跟朋友聊天 老实讲我们很多的 文化的东西 都慢慢在流失掉 其实要特别聚集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其实我们每一天 因为有老人在 他们每天就可以是我们的学习的置点 根据资料显示 原乡老化指数逐年上升 从十年前的两成六 一下升高到将近四成 也就是部落里每十个人 就有四个人 是六十五岁上的长辈 文件站成立 至关重要 尤其长辈附在文化与历史内容 聚在一起 就像活的部落图书馆 一个部落有文件站 族人能够陪着同伴与亲友 一起慢慢变老 文化传承工作 更有了依靠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我们看到文件站 确实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包括有健康的 还有就是一些文化的内容 不过其实文件站 它确实有成立的必要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刚才里面有提到一个数字 就在我手板上 这个数字呢 其实就是原乡的福老比 我们可以看得到 原乡福老比从民国98年 到现在 应该是前两年的107年 已经增加到10.65% 那另外在老化指数 更严重了 怎么说呢 您可以看得到就是 民国98年是26.37% 到民国107年 已经到39.41% 那是这两年前的数据 但所以现在109年 势必也增加了非常多 那也就是说 平均在部落里面呢 有10个人 有4个人 就是65岁以上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老化数据 也就是我们讲的老化指数 蔡医师请教一下 您觉得这个数据是 就您在很多地方做巡诊 看到的情况 真的是这样子吗 大部分是这样子 因为在我们医疗 已经比较进步了嘛 所以大家的健康 其实指数都是往上提升的 那再来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相对的我们的老化的程度 就变得比较严重一点 那在泰武乡的话 事实上现在已经超过65岁以上的 大概有11点多% 所以已经进入到 快要接近到高龄化的 高龄社会了 对 讲到高龄社会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担心的是在 这个老化指数是65岁以上 可是原住民部落如果55岁以上 因为我们理老人年纪是55岁 所以这个数据可能是比 再高一点 再高一些 就是已经真正进入到了 所谓的高龄化社会 那当然这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文件站 它真的确实有必要成立 就我想问一下阿波 你们在看到文件站里面的防疫工作 会是怎么样 我们文件站就是每日到站的 我们就是从最基本的量体温 然后用酒精洗手 然后请他们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在体温如果我们再超过 大概37然后37.5 我们就会请他注意 或甚至有没有问他 有没有不舒服的状况 如果真的不舒服 然后就请他就是不要来 可能就是在家休息 或是请家人带去看诊 是 但我们知道你是从都市到回部落嘛 那在都市的时候 你看到都市原住民的情况 跟部落原住民的情况 是不是落差很大 因为在部落的话 就像我们有看到有文件站 但是当初你在都市是 从事也是照服的工作吗 也是属于这 就是55岁以上的老人家都是 可是我们那个是长青乐火 就是一些退休 对 退休的人员 然后我们是再生价值 然后培训他们 就是入校 然后幼儿园去服务 他们是有领取工作费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的就是真正 文件站的就是属于真正的在地老化 落实了在地老化 然后预防他们失智 然后我们就是照服务员就是属于陪伴 陪伴他们 然后一天的有一天的就是还有课程 来跟他们互动 对 完全不同的性质 完全不同的性质 可是看到在部落跟在都市的原住民长辈 在先进上在健康上是不是也有很大的落差 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们主要就是文化的不同 其实我们原乡和都会区的原住民当然是不同 因为我们排就是以我排湾族 然后又是春日乡的 我们文化的那个传承那种比较 完整式 对对 然后其实在都会区 其实他们就是在生活上的诉求 然后可能就是在都会区的竞争性比较大 所以他们都是可能在经济上还有在医疗上都会比较很大的需求 然后我们在部落就是可能就是真正落实就是在地老化 对 完全就是不同 完全非常不同 可是我们看到 我记得有一个印象 就是曾经我在采访工作上面有碰到一个情况 我一直以为在都市的原住民可能生活上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可能他需要一开门就是采米油盐降速差 全部都需要金钱 可是在部落 他的社会资源体系比较足 可能外面就有菜园可以采一采一菜 那老化的情况 大家是一起慢慢变老 尤其是有文件站之后 所以在都市的原住民是不是其实会让我们比较担心 你会不会也会担心这一块 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的社会资源体系可能不像部落这么完整 对对对 因为他们在都会区就是 不像我们在部落都是可以分享 分享 然后就是左右邻舍 你今天多什么 我们就分享什么 可是在都会区大概都是一定是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一键开门就是采米油盐都是要钱 所以他们其实真正不会就是所以我们在台北市才会有一个在长青乐活这一块就是他们退休了但是就是不要在家里就是荒废掉 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专场然后就是分享我们部落的文化让在都会区的原住民就是在汉人更清楚 其实其实我们这些长辈也是还有很多功能的 回馈社会然后从当中也可以乐活这样子 我觉得我觉得这次就是很棒的一个idea在部落的话又很不一样但是我必须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文件站的服务项目到底有哪些 因为在这次的防疫也发挥很大的功能 我们能不能请阿夫帮我们介绍一下文件站的功能到底几乎基本上会有哪些内容好不好 我们文件站服务的项目就是检疫健康照顾 就是我们每日到站的那个夫妇们我们都是从最基本的量体温然后量血压然后请他们戴口罩然后才能进我们站内 然后延缓老化失能然后比如说健康操文艺然后心灵课文化音乐 我们就是一天的站内我们会有几个小时的核心课程 我们会安排大概三大的课程就是从体势能然后古艺人生 古艺人生就是可能文化的分享对然后一些古遥传唱对让他们就是更多的分享来启发他们更多的 快乐啊不要说都是我们讲师在在的去分享对啊 彼此分享对居家的关怀居家的关怀就是如果我们站内的屋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个别的访式然后去家里找去问他们的关怀 这一次是不是新冠肺炎的时候其实有些长辈真的也不敢去文件站所以你们就必须要采取主动的角色对对对但是通常我就是我们七家文件站的屋都很踊跃就是很固定就是喜欢回来 喜欢聚餐一起对对对对 当然就是在家里他们也会闲着发慌啊对所以他们都会几乎都是会来站内 然后一样对然后我们每日中午就是有我们的厨师帮我们配就是每日的餐点 可是这段期间也是一样共餐吗会会会就是没有到站的部分我们还是都会送餐服务 对但是习惯肺炎现在是希望就是社交距离这件事情当然是没有一起共餐但是我们还是会请他们带他们的那种便当 带着带着回去对带着回去之前他们就是也是现在还在想说为什么何时才能一起吃饭他们很希望一起吃饭 可是他们也是很乖就是拿着自己的便当就回去吃对然后生活照顾资讯就是可能他的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可能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替他解决我们就可能用转介的方式 对啊对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案例可能就转介就转到卫生所这边去是不是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通常进去的都是属于健康或亚健康的 像可能一些比较失智 比较严重的 我们可能就会转到失智据点 所以蔡医师这边 你们就是长期 就是要有一个 很好的接轨系统 对不对 就是可能文件站这边 发现到哪些长辈的需要 就是直接会通报到 卫生所这边 我们都会转 就是转介 就是交给更专业的 有没有泼物什么样的一个个案 是在转介部分 对 转介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跟文件站的 工作人员 其实都还算是 联系还蛮紧的 所以他们有任何问题的时候 会先告知我们的地段护士 就在村庄的护士 那告知他们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我们怎么处理 那可能就由地段护士 去评估看看 是要直接转到什么样的单位 还是到卫生所做治疗 这样的事 那再接下来还有什么 对 就是刚刚我们 跟医师讲的就是转介服务 就是看他的居家护理 或是他辅具的提供 就是辅具的需求 还有辅具需求 有些长辈可能行动不方便的时候 对 在行动不便需要轮椅啊 或是什么床 还有厕所的一些辅具供那个 对 病床也可以啊 是啊 都可以 对 其实这对对对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转介的 然后提供他治疏 是 我里面看到好几个功能 对部落长辈来讲非常重要 尤其是延环老化失能 可是这件事刚才你提到一个角度 就是说其实长辈很喜欢共餐 那又很喜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聊天 因为我们原住的部落很喜欢这样 可是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 它势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传承工作 对不对 你们有这些核心课程 尤其文化音乐 心灵课程这些东西 其实多多少少取代了 应该不是取代就是重新延续部落 传统的习惯 长辈会聚在一起 你们在这边是不是也得到了非常非常多 我非常对啊 注意一下 尤其是对你同步的角色 对 我对 因为我毕竟就是在主语方面 非常的弱 然后甚至就是我们在代课教课的时候 我就讲说 阿妇我听不懂 你是白狼吗 为什么你都不会讲原住民的话 可是从VV那边就是 我反过来就是希望他们来够来教我 对 他们更有兴趣就是 比如说每日一句啊 每日一话 他就是来跟我 跟他学习 我说你现在是我的老师 就是反过来来带他 并不是说他来依赖着我这个造福音乐 然后要怎么带动他 刚才我们在采访报导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其实每一位部落的长辈 因为以前我们原住民没有文字 所以可能在记录上面都要靠长辈的记忆 那文件这样有了之后 很多长辈聚在一起就会激发很多 我们可以找得到的文化精髓的内涵 像刚才那个嘉兴部落 应该是平和部落 他们有做那个摸一郎 就是没人的所谓的培训工作 就是长辈去找出来 怎么去做一个部落的没人的角色 那七家部落是不是也有这样子 尤其是你自己作为龟虫的头目 是不是你也从中学习到很多祭典的东西 有有就是像我们每日核心的课程就是像琴老师讲 就是传唱我们的古谣 然后很多的记歌 这这就是这一阵子我都学到很多 然后甚至就是在古谣当中就是我会分享它 它的感受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让我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回文件上这一段时间 哇这也刚才找到你真正应该要有的角色 对要赶快做文化传承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从当中看得出来 长辈是部落的活的图书馆 那正好也是我们现在文化传承工作 最需要的这一块 所以也就是说文件上确实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文件上的简历 其实从民国95年8月8号开始 当时的名字叫做原住民部落长者日间关怀站 到104年就更名了 后来在105年正式纳入长照十年计划2.0 再来就是长照 所以现在106年9月就有长照基金 寄注到文件站 然后107年目前布建了250站 你们觉得够不够啊 全部落有700 全台湾部落有745 45个部落 那250站还需要对不对 你们的角度呢 你们怎么看 对啊 我是觉得在都会区的原住民 因为大部分都是分散 像我们台北市就有12区 所以我觉得是每个区 我觉得是很需要 就是每一个区能够有一个原住民的聚落点 我觉得就是不至于说 还有那种车程 所以你看像我们台北市就有一个原住民会馆 可是住在文山 住在北投的 他们就是考量车程 他们就会不想要去 然后就窝在家里 所以我很就是像这些文件竟然就是在 如果说只关心部落 可是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 我觉得是更需要的 是 蔡医师呢您的看到呢 当初潘木湾县长他当初的就希望在屏东县打造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县市 所以他当初有希望说一村一站 就是一村每一村都要有一个文件站 所以目前在太武乡有六个村有六个文件站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以往还没有到每一村有文件站的时候 老人家是要舟车劳顿 然后到某一个村庄有文件站的地方 然后参与这样的活动 那现在在自己的村庄已经有 而且有一些文件站的工作人员会到家里去接老人家到文件站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就让一些他们可能本来要待在家里 这样很无聊的健康或健康的老人家 可以到文件站做一些延缓失能的运动 可以看到这一次在部落防疫工作上 文件站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甚至现在有很多的长辈还是持续进到文件站里 但其实在部落处处有防疫法宝 我们说防疫不如说是增加抵抗力 像包括传统舞蹈还有传统食材 到底还有哪些内容可以让我们增加抵抗力呢 在下段节目更精彩稍后回来 能取得到在地的食材就尽量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 最近几年我发现到有很多的研究越来越指出 就是我们部落传统食材也有高营养价值 首先这个就是次葱 次葱在我们前屋屋那个时候 前做月子屋就会说这个次葱可以加 加我们腌肉就是我们坐月子的餐 对 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 还有吃到这边 再来就是最近几年 养生市场非常受欢迎的 我们讲说古类的红宝石 红梨 红梨这个部分 我想问一下蔡医师 对面在部落是不是也特别的夯吗 应该是近几年比较夯 因为它是从国外的梨卖开始 到国内的红梨开始 大部分都南美洲的梨卖 对… 那他们一直炒这一个东西 那就是说它的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地高 非常强 所以就开始炒作起来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上一段节目我们提到了文件站 还有卫生所在部落担任 防疫重要的功能和角色 但其实部落处处都有防疫的能力 怎么说呢 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部落的传统舞蹈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屏东文件站 有非常多的部落邀请他来做部落的健康舞 就是我们的小草老师 是的 小草老师今天就会带我们来跳一段防疫舞 而且几乎都是用传统部落的舞蹈 我们现在就请老师来带领我们 音乐请下 好 头转一下 嘿 绕环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肩膀 嘿 抖一抖 老师的肩膀很灵活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来单手 高三七 嘿 四下 高三七 好不好记 很好记 左右踏兵步 左右踏兵步 老师是哪一组 台湾组 哦 三 二 三 三 拍掌 八下 踏兵步 拉 继续拍掌 八下 印 踏兵步 嘿 双手往上拉 注意看 上 哦 这又是哪一组呢 八五组 哦 左右踏兵步 嘿 再来 我每个动作都做两遍 哦 好 OK 四 二 三 老师会热了哦 双手上拉 有没有开始喘了 有 两位美女要说话哦 呼吸 鼓气 嘿 来 前点 有没有熟悉这个动作 哪一组 又是排湾组 好像都有哦 原住民给他拿 对不对 嘿 加上双手你就不陌生了 双手借我 二 四 五 五 六 双手拉一下 嘿 目笔呼吸 哦 OK 看主持人机快要 我快受不了了 快结束了 嘿 会喘了吗 有 有喘 四 三 二 我们放轻松原地呼吸 缓和一下 老师这适合几岁啊 这不分年龄 大小朋友都可以 就连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可以一起参加 就是给那个部落的长辈啊 都可以哦 嘿 是的 四 三 二 慢慢缓和上去收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也感觉到 有流汗了吗 有没有跟着一起做呢 其实部落不只是传统舞蹈 连我们的传统食材 最近几年也受到欢迎 那现在就来看 我们的采访报导 这是肠豆 它通常就是 如果采收很多的时候 老人家都会把它晒干 将排完粗田地里常见的肠豆 配上排骨熬成汤 不只有高纤维 也有动物蛋白质 放在一起堪称绝配 还有这道传统食材 肉豆 附有各式微量元素 以及维生素鼻群 其实原住民的食材里面 它就是用在地的食物 然后用最简单 最原始它的样式 然后就烹煮起 近几年 原住民食材受各界重视 南台湾的狮子乡卫生所 甚至请来营养师 为部落设计一套 传统食材便当 这里头包括 芥菜 蒸蛋 肠豆排骨 肉豆 红梨饭 以及当季当地水果 莲霧和西瓜 符合国界署建议的 日日无蔬果 越来越多研究显示 传统食材本身就富含营养 例如被养生市场 灌上古类红宝石的红梨 有多项矿物质 及植物蛋白质的树豆 透过部落的耕种方式 大都是有机 以及自然农法种植 这不仅保留营养 更顾到食安 新冠肺炎来袭 最需要的就是增加抵抗力 如何吃得健康 祖灵留下的食材 似乎成了重要指标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上一段节目 我们有提到文件 跟卫生所很重要的功能 这一段节目 我们就要来看看 部落处处都有防疫的能力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到底卫生署 应该是说国界署 是怎么给大家建议的 健康食材 我想问一下蔡医师 目前国界署这边 所提供的健康指南 能不能给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内容 好 应该大家都非常的 常听到这样子 天天无蔬果的 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无蔬果呢 它是三蔬二果 就是三份的蔬菜 两份的水果 那一份蔬菜的量呢 就是蔬菜煮熟之后 半碗的量 那水果的话 大概就是自己的拳头 这样子叫做一份的量 那其实这样子 一般人都不见得做得到 所以在原乡 其实也是有一点困难 但是还是尽量就是 能取得到在地的食材 就尽量多吃一些蔬菜跟水果 那其实天天无蔬果里面 讲到的蔬菜跟水果 这样子对健康其实是不完整的 营养是不足够的 还是得加上一些其他的蛋白质 或者是淀粉类的东西 还有油脂的东西 乳制品 因为乳制品它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上的钙质 对所以其实要这样子的全部的全方位的食材 内容才能照顾到我们本身的营养成本 但是我们最近几年 我发现到有很多的研究越来越指出 就是我们部落传统食材 也有高营养价值 首先这个就是次葱 次葱的高营养价值 好像我得到的数据和资料 是它的盖子非常的丰富 但是次葱在部落来讲 它其实并不是所谓的煮菜 对不对 好像都是用来做配料 比如说阿富这边看到的部落都把那个 台湾族都是用在什么地方 次葱我们就是部落都随手可得嘛 对啊 然后有时候在家里的后山就可以种到次葱 然后次葱在我们前屋屋那个时候啊 前作业植物就会说这个次葱可以加我们腌肉 就是我们坐月子的餐 对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 还有吃到这一家 高盖 对我看到的资料好像说它的研究结果是 次葱它的高盖能力是三分之一叠点一杯牛奶 我说哇有这么强的功效 而且它是高铁这样子 就是它的微量元素非常的丰富 那第二个就是树豆了 树豆在阿美族传统的说法好像说 是男人的威尔冈这样部落的威尔冈 有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听过才是 我是听过但是我对这方面没有研究 是是 排湾煮排湾煮就有啊 就是还要加排骨啊 一定要加排骨来吃这样子 就是说威尔冈啊 是 也就是树豆它的营养非常全面 因为我看到的资料也是这样子哦 就是说树豆它其实拥有 也是各样各式的微量元素 还有那个抗氧化物 那它是B群也非常的丰富 再来就是最近几年养生市场 非常受欢迎的我们讲说 古类的红宝石红梨 红梨这个部分 我想问一下蔡医师 对面在部落是不是也特别的夯啊 应该是近几年比较夯 因为它是从国外的梨卖开始 到国内的红梨开始 大部分都南美洲的梨卖 对对对 那他们一直炒这一个东西 那就说它的抗氧化的能力非常地高 非常强 所以就开始炒作起来 但是近几年好像有慢慢慢慢 比较高退 下降的趋势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食啊 小米 小米最常吃到 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部落在防疫工作上面 其实要增加抵抗力 部落处处其实都是有食材的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符合 天天五书果 那其实传统食材也是一个 很好的选项 那当然呢 我们看到我们部落在选菜的时候 很好笑 来的几乎都是靠什么 靠菜车 对不对 菜车是不是其实也会有局限性 对 因为他们其实要到山上 就一段的距离嘛 所以他不希望再太多的东西 而且他们都是当季 季节性的食物会比较多 是 但是我想还是回到我们自己 原住民健康的角度来看一下 其实在全台湾还有原住民的 五大死因 我们不讲十大实在太多 我们讲五大死因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还是蛮严肃的一个课题 就是在于 我们几乎跟全台湾的十大死因 五大死因是很像 但是有一项是特别不一样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 恶性肿瘤是一样的 然后心脏疾病也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 接下来可能就不一样了 大社会可能是肺炎 那原住民是慢性肝病 还有肝硬化 那在接下来 他们是脑血管上面的问题 我们是脑血管以及事故伤害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部分 似乎是不是跟大社会 有呈现不一样的情况 蔡医师您这个发现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这个慢性肝病跟肝硬化好了 一般大部分的人对原住民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你们就是酗酒 所以才会得到肝病 那其实现在的慢性肝病跟肝硬化 很多都是B型肝炎跟C型肝炎 或是A型肝炎 这样病毒的感染 而引发到后面的肝硬化 所以其实说喝酒造成肝硬化 或者是肝癌过世的 其实现在的比例 并不是像以前想象的 这个就是我们很大的公卫迷思 我们一直认为说是酗酒问题 其实不是 肝硬化有可能是 但是慢性肝病有其他的因素 可能孤独劳累什么之类的 对 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 应该还是这个 这个事故伤害 因为其实在原乡的话 大部分有工作能力 这样的年轻人 他们出去工作 都是做一些劳力的工作 比如说板膜工啊什么一些 那这种都是 其实是危险性高的工作 所以在事故伤害 这一部分的影响到的 都是在中年 青壮年到中年 这一部分的人家 就是家庭支柱那一块 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我们跟大社会最不一样的地方 这两项 那其实也牵涉到一件事情 就是部落的基础设施的 有问题 还有医疗资源 对不对 这里面也看得到医疗资源 那蔡氏你认为医疗资源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死因 这样看得到 其实现在因为 在台湾里面 卫生署对原乡的一些补助 或者是对医疗的重视 已经是慢慢比较有规划了 其实做的还算完善 说实在是算还不错 只是说我们的生活饮食习惯 可能跟平地乡的人是不一样的 假如说他们 比如说我们有这么多的食材 是就地就可以取得到 可是他们饮食习惯不改变的话 其实还是一样 说来说去回到一件事情 就是饮食习惯 就是我们部落的长辈 如果你们在做共餐的时候 就是在文件站给长辈吃的时候 是不是也特别经过 那个所谓的营养师的调配 会我们就是有应该我们厨师也蛮专业的 所以他每日的菜单或是一个月的菜单 他都已经就是都已经 那大部分都会有原居民的食材 会啊会啊我们就是一个礼拜 大概比如说礼拜五 就利用礼拜五大家一起做啊 一起做这些我们传统的美食 是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刚才我们在采访报道里面也特别提到 狮子香的卫生所特别找来了营养师 也特别针对他们在地的食材来做 所谓的原住民便当 就是长辈适合吃的也比较可以入口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最近几年是不是就开始 一直不断的推广原住民的食材 但是说来说去还是回到 刚才蔡依侍所讲的饮食习惯 怎么说呢就是饮食习惯 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原乡很大的 健康的因素是不是 因为我们原乡的主食大部分都是小米啊 地瓜啦 芋头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淀粉类的 那蔬菜并不是没有 比如说地瓜叶其实随手可得 这些翅葱其实也还是可以摘得到 可是他们愿不愿意去吃这些蔬菜呢 或者是你说的菜车上来原乡 他们愿不愿意去买那一些蔬菜 这是一个重点 如果他们不去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 还是以他们原来的饮食习惯 其实这样的营养还是不均衡 所以我们回到原点来看一件事情 原住民的平均余命到底结果如何 这里面就很明显的数据看得到 其实我们的平均寿命有在增加啦 你看比如说从民国98年到107年 增加了几岁 你看它从平均70 全台湾是平均79岁到80岁 所以也就是大概增加了1岁 但是在原住民的地方 其实从1998年的平均70岁而已 然后一直到现在73岁 所以大概有成长到3岁 但是跟大社会的差距还是很大 这个落差你们的发现是什么 我一直很想问财士刚才也提到 就是医疗资源会是一个关键吗 其实在原乡应该 现在的医疗进驻跟 就是卫生福利部的话 他们对这一方面真的是有琢磨很多 所以资源的进入 让我们原乡的健康其实是提升的 再来就是说 卫生所这一个角色 它一直在做一些健康的宣导工作 所以在这原乡部分里面 渐渐的族民 就是原住民族群 也比较会去重视自己的健康 这需要我们大家 尤其是文件站这边的配合 就是一起推动我们的饮食习惯 然后还有做高营养的动作 价值的东西 对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回到黄医这件事情 看到原住民的瘟疫史 其实是非常让人觉得很沉重 早在荷兰时期 我们原住民就有受到天花的肆虐 原住民大量死亡 然后在日日初期 1896年有鼠疫 但是当时原住民的人口 数似乎是没有被调查出来的 然后带来日志初期 就是当时全世界死了非常多人的 西班牙流感 那在台湾呢 有90人染疫 4万人死亡 那原住民死亡率是3.5% 那还有就是193年 近几年的瘧疾 还有祸乱 那这几个数据 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我们可能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部落来讲 所以这次新冠肺炎侵袭台湾 其实有很多历史记忆就有存在 阿非有听说过 是不是其实 我们春日香这边早在和制时期 就有听说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对 就是在小时候听到 就是我们两个部落 就是在春日香 我们古华下方 就是在一夕之间 就是150户就全没了 是 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 在进水移古道的那个 古子人的部落 听说 对 对 对 也是一夕之间就只剩下15户 所以其实长辈都有这个记忆 但是他们会转到什么情况 我们都没有办法吸收下来 以前的防疫方式吗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以前的防疫方式没有 其实真的早期 伯父讲的我们也都 是 对啊 没有什么概念 就是可是我 就是佩服他们这些早期 我们有那种智慧 在防疫上可能有他们的方法 有他们的智慧 去来做防疫这一场 我的感觉 所以流转到现在 我们最需要面对防疫的工作 其实就是靠两位单位了 可是这实际上是不够的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 跟大家一起来谈到文件站 还有就是卫生所在部落的角色 确实两个单位 在这次的防疫工作上 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但是回归到自身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还是要勤洗手 戴口罩 来面对这次的疫情 非常谢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原观点 下次再见 玛丽玛丽 阿沙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